我们的午餐一般都是下午4点钟左右 那今天我们还是做台湾 就是中午12点钟还是1点钟就用午餐 从明天开始下午4点半就用午餐 欢迎左手面 后面就有一个主线就是三桌金字塔 安排的路是宣路 我们先坐过这里有名的三桌金字塔 然后呢在这里附近用午餐 然后我们就跑到开里路 十钟期看什么东西 看爱的注意有名的馆场 民族馆场也可以 叫解放馆场也可以 我们发革命的中心 在想因为我们从今天是放假 所以不会塞出 所以拿不回来 不太确定状况是怎么样 而且我们的时间比较轻松 晚上10点半的飞机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今天下午 我们以后开到西餐里 之前我们先路过 十钟期游览爱的保护馆 你们的活动在国内安排的活动 一定要游览 不能少一个的有景点 那怎么安排呢 按照国内的状况来安排 就是按照我们这些上下班时间 或者旅游经典开门关门的时间 或者塞车的状况 我们比较了解国内的状况 所以尽量我们会按照国内的状况 来安排的 就是主要是不能少一个旅游经典 去游览上桌金字塔 第一个问题 除了埃及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国家有金字塔 没有 哪里有 没有 没有 不行 有 有 墨西哥 没有其他的时间 大概有二十万人 一起慢慢经过三十几年的时间 监离那么大的坟墓给法老网 法老网到底有什么地位 你知道吗 古埃之人 古埃之人 古埃之人就想到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讲的是 几百万年以前 全宇宙都是大海 根本没有气球 没有太阳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 没有人类 绝部都是大海 有一天从海里面冒出来 一座山 这座山就是内表地球的中心 这座山顶上面出现的是 全世界最早创造自己的一个主神 就是太阳神 所以古埃之人 新的那种信仰 跟我们正在埃之人的信仰 不一样 古埃之人的信仰就是拜太阳神 我们叫他多神教 好几个主神的宗教 我们会学到什么太阳神 什么地球的神 天空的神 月亮的神 什么尼罗河的神 快乐神 老阴神 所以我们叫他多神教 那现代埃之人就是拜阿拉 阿拉就是真主 不管是新基督徒 还是生回教 真主就叫阿拉 也可以叫上帝 基本上我们叫他真主 所以现代埃之人 跟古代埃之人的信仰不一样